近日,据美国体育财经媒体公布的2023年全球女运动员收入榜单,中国自由式黄雪运动员谷爱玲以2000万美元位列第三,这也是谷爱玲连续第二年入围这一榜单。 在这份榜单中有7名选手来自网球项目,谷爱玲成为前10中唯一的滑雪运动员。 谷爱玲能够排在女子收入榜单的第三位,也说明其优异的冬季运动成绩得到认可,带来了亮眼的上映价值。 去年福布斯从公布了2022年全球收入最高的10位女运动员的名单,谷爱玲当时就以2010万美元排名第三位。 日前正在河北张家口举办的2023至2024国际雪莲单板和自由式滑雪优行场地技巧世界杯进入自由式女子组与男子组项目资格赛环节。 带商出战的谷爱玲以资格赛投名,晋级决赛。 赛后谷爱玲也高兴表示,这也是我今年第一次回到中国比赛,回到国内就是。